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7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 中国继续施压互联网巨头 滴滴再被罚 这是剧本的一部分 第二个是云南爆发输入型疫情 立江再封城 不 瑞丽再封城 那么第三个是中国货币政策的微妙变化降准 第三个是一个财经,财经新闻,我们先讲 我们先讲这个 第一个 市场监管总局网站7月7号消息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互联网企业 22起并购案进行反垄断调查 调查并购案是否实施了经营者集中 那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说,经查22起并购案均违反了 反垄断法第21条,构成违法实施 经营者集中 评估认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 根据反垄断法 第48条第49条做出 行政处罚决定 对涉案的企业分别处于50万 50万人民币的处罚 那么这22起案件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互联网企业有什么呢 滴滴 滴滴,排第1 8起 然后是阿里6起 腾讯5起 苏宁2起,美团1起 那么其中包括 阿里,阿里收购这个广州恒大汽车,恒大这个足球案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还涉及腾讯收购58同城 小红书搜狗 猎豹 蘑菇街的股权 那么其中 其中 腾讯收购猎豹,猎豹移动的股权是2011年的7月 10年前了 10年前的事情都拿来追究 那么 这里面涉及到最多的是 这里面涉及到最多的是滴滴 那么我们可以讲,这就是 滴滴案的 滴滴事件的延续,这是剧本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早就安排好的 那么2020年,去年12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根据繁垄断法的48条49条,处罚 最早处罚的是 去年的12月 那么阿里巴巴 腾讯下属的粤文集团 还有就是蜂巢网络,蜂巢网络是这个 顺丰的关联企业 分别处罚50万元 说的是,理由是三家企业未履行依法申报股权收购的义务 均构成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行为 他怎么说都行 那么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最影响最大的是 2020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这个 反垄断调查 那么到了今年的4月,4月10号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那么决定 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那么对这个 对这个阿里巴巴 反垄断调查处以 182.28亿元的罚款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 反垄断调查的罚款 那么 那么中国政府的这个领导人 中国政府 部门政府的领导人都是政治家 他们的行政行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今天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一个处罚 一石二鸟 一石二鸟是什么意思呢?第1个 继续向互联网 巨头 施加压力 从去年年底开始 中国政府针对互联网企业 开展了身世浩大的政治打击 那么打击的核心有三个 第1个 资本扩张 那么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特别是这些互联网巨头 他们有巨大的资金优势 于是呢他们就利用他们的资金优势 进行大规模的并购 这种大规模并购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扩大他们对市场的支配能力 这是第1个 所以 针对互联网企业的 政治打击 首先 首先针对的是什么? 首先针对的就是他们的资本扩张 这是第1个 第2个 市场扩张 那么互联网企业利用他们强大的这个经营优势 向传统产业扩张 那么当他们向传统产业扩张的时候 很多传统产业会面临巨大的 这种企业 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那么他们当然主要涉及到是什么? 主要涉及到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利润中心 国有企业利润中心当然主要是在金融领域 所以去年11月针对这个 针对蚂蚁集团的这个上市 其实核心的 就是针对互联网企业 把他的业务延伸到 金融领域 那么国有企业 影响国有企业的利润中心 那么这次滴滴是 出租车行业 出租车行业其实是什么? 虽然政府表达的是什么呢? 表达的是 数据安全的问题 但真正的影响的是什么? 真正影响的是 出租行业 出租行业全是国企 而且利润丰厚 所以呢 一旦 为什么反对他上市 反对他上市 他上市有两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 获得 获得巨资 融资 有利于他继续扩展 他这个出租行业的市场份额 所以不想让他上市 不想让他上市 说是说数据安全 其实是不想让他获得那么多的资金 他获得足够多的资金对这个出租 出租行业形成压力 情况跟这个蚂蚁是一样的 蚂蚁也是不想让他上市 那当然 蚂蚁再上市 他再获得资金 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又会受到压力 所以其实两件事情 讲的是同一个故事 所以主要涉及的 都是国有企业 现在的利润中心 互联网巨头 延伸到他们的利润中心 那当政府 政府这一巴掌打下去 都是为国企打的 所以 一个是蚂蚁集团 一个是滴滴 都是同样的情况 这是第2个 第3个 不能上市融资 不想让你上市融资 不想让你上市融资 就是 扩大 上市融资有两个效果 中国的民企 海外上市有两个效果 第1个效果 获得资金 你融资嘛 获得资金 强化他的优势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获得套现的渠道 你一上市 你不就在海外把 股票一卖 你不就套现了吗 所以习近平为什么翻脸 不高兴这件事情 不高兴这件事情 就不想让你套 你从15年开始 15年这些海外并购 中国的这些 叫什么 我们叫红企 海外并购干什么 海外并购不就是把资金挪到海外去吗 一碰到这种事情 一碰到你把钱挪到海外去 习近平就翻脸 这是把钱搬走啊 所以每次都是翻脸 翻脸都是为这个事情 就是套现走人这件事情 习近平必翻脸 我昨天想了一下 你把这个2015年16年这个事情 这个翻脸翻船的事情 从头到尾捋一遍你就会发现 其实习近平每次翻脸 都跟一件事情有关 把钱拿走有关 这个陕北老农民那精明得很 他看得很准 你想干嘛 你就是想把钱拿走 不行 就要翻脸 每次都翻脸 那么这是第1个 一石二鸟 第1个 互联网 继续对互联网巨头 施加政治压力 第2个 就是滴滴 滴滴事件的这个延续 那你可以看 滴滴是8起 那么这个阿里和腾讯是陪宝 一个是6起 一个是5起 那么腾讯的事情都追溯到了 10年前 说明什么 说明 说明这是凑出来的数字 所以 滴滴是重点 滴滴是目标 滴滴是由头 滴滴是这件事情的剧本 这是第1个 第2个 这事还没完 你看吧 还有 后面还会有事 共产党啥的 做事情不行 但整人很有招 招非常多 你看吧 陆陆续续还 针对滴滴 这条新闻呢 你不把它掰开了 打开了看 你是不知道的 因为他公布的那个名字 这些名字呢 你读一下是读不出来 因为 处罚的那个 处罚的那个名单当中 没有滴滴两个字 处罚的那个名字 滴滴的一个 下属的一个机构 投资机构 所以实际上 实际上看不出来 滴滴自己知道 这就妙就妙在这里 就是 这个名单一公布 22个名单一公布 我念一下 你看一下 叫惠迪天津与一汽汽车 设立合音企业 然后惠迪天津与华夏出行 设立合音企业 然后是 这个惠迪天津与特莱电 设立合音企业 你知道是滴滴吗 这就是滴滴 滴滴下面的企业 什么惠迪天津又是什么 什么这个西藏啊 西藏澳通啊等等 就是看不出来的 这是写好的剧本 写好的剧本 那么现在呢 市场上 你可以看到 外电一讲到滴滴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会顺便说一句话 说什么 滴滴有可能退市 这是什么 这是典型的施加压力 这是有人在传的话 滴滴可能退市吗 当然不可能退市 怎么退市 市值800亿 市值800亿谁来收购 你这些人 这些股东都憋着要套现了 像软银 他们都憋着要套现了 你的都熟了9年了 你还退市 退市怎么办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这些外电都要讲这话 那肯定是有人讲给他们听的 那么 你可以看 政府在向滴滴不断的在施加压力 这个网信办 7月2号罚一次 7月4号罚一次 然后再一个是停止新注册用户 第2个 第2次直接下架 压力大吗 当然非常大 然后这个市场监督总局 就工商局 工商局在罚他 罚钱倒不是事 但问题是 滴滴指导 这在施加压力 为什么他持续施加压力 那说明什么 说明政府背后 是有所求的 是有事要求他的 那就像当初的这个蚂蚁 蚂蚁有求于他 有要求 什么要求 蚂蚁不能够 你不能够做科技金融 你必须变成金控公司 金控公司我对你进行全面的监管 对金融公司级别的监管 那一个月 一个星期要做一次报表 你天天你的账基本上是 天天把你的账翻来翻去 那个监管级别 那是不一样 那这个滴滴 背后 也有要求 我们只是不知道他要求是什么 他为什么持续施加压力 持续施加压力目的是什么 要他屈服 要他按照政府 让他做的 去做 就这样 这是第2 第3点 滴滴事件的影响 滴滴事件的影响 我认为就是两条 第1条 现在你从去年年底开始 其实我们现在回望 去年年底到现在 中国互联网行业的 高峰期就过去了 他们不再被政府待见 中国市场是这样的 政府要是不待见你 你就没太大的戏了 这是第1个 就是 中国互联网行业 基本上就他的 他的 最强盛的时期就过去了 开始走下坡路 这是第1个 第2个 握着中概股的人 小心一点 找个好位置撤吧 这个风险非常大 你想有两点 这个昨天的那个中办跟国办 中办跟国办的那个通知 它有两点 第1点 就是要把中概股管起来 就是在海外上市的中概股管起来 是第1个 第2个 要完善 这个企业上市的这个审判 审查 审批 应该叫审批机制 现在呢 海外上市这一头呢 国企上市是有审批机制的 民企上市已经没有审批机制 那估计 很快 这个这件事情会 闸会掉下来 这个闸掉下来意味着什么 你现在正在准备上市的赶紧跑吧 在新规定下来之前 你赶紧跑吧 你现在再不上的话 这个规定下来 你就出不去的了 这又是一轮关门打狗 所以民企海外上市这件事情 应该慢慢的铁幕正在降落当中 所以在这块市场 我们经常讲美国 川普开始推动 中美脱钩 中美脱钩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叫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脱钩 你看 美国开始想办法阻止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 中国政府 也在看这样的事情 看见没 所以你可以看 中美之间的脱钩 不仅仅是美国在做 中国政府也在做 所以这件事情 影响非常的大 影响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中国 从海外融资的能力 将会受到巨大的 影响 这是第1个 第2个 海外的投资者 对中国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 又有新的认识了 这个影响很大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 第1个主题就讲到这里 下面就讲讲这个云南疫情 国家卫健委 最新公布 7月6号全国新增 确诊病例57例 那么其中输入型42例 湖北是25例 广东5例 上海4 天津2 陕西2 江苏1 福建1 河南1 四川1 然后本土病例是15例 全部都在云南 所以云南现在 出现了输入型的这个疫情爆发 那么立江被再封城 7月6号 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是90例 其中21例本土 输入69 然后这个无症状16 实际上就是 确诊病例 就是病例已经有100多例了 那么本土这是两例 境外输入14例 那么 13人全部都是在瑞丽 我老说的 瑞江 瑞丽 核酸检测中发现 那么7月5号 新增的是确诊 新增的病例是3例 然后无症状是2例 也就是5例 然后4号是3例 那么其中中国籍2例 缅甸籍1例 6号 云南 云南这个急了 省委书记软承发 跑到这个 瑞丽 去这个开工作会议 然后就是严防死守 就是一句话 严防死守 他要求这个德宏州和瑞丽市 采取 最果断 最严密 最科学的措施 迅速扑灭疫情 然后全员检测 不落一户一人 全面 全面流调 要严格深入 全面隔离 要不留 漏网之余 对瑞丽城区所有居民小区 和解告片区 全面实行 严格的 封闭管理 减少 交叉传染感染 交叉传播感染 然后吸取深刻教训 啪啦啪啦啪啦 管住边境 管住重点人群 管住重点地区 管住瑞丽 确保不再发生疫情 这个 中共最喜欢的一个字叫什么 叫管 管字 还有另外一个字 喜欢什么 控 一个管 一个控 控制 一个管珠 云南省瑞丽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7月7号 今天开始 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所有市民居家隔离 解除时间例行通知 那么 学校 培训机构全部停课 那么除了这个 除了保供的这个超市 农贸市场 医院药店以外 其他经营区场所一律停业 餐饮行业仅可以提供外卖 外卖配送 那么保障防疫医疗服务 城市运行 值班值勤 保供人员 外卖配送人员 志愿者等 持 特别通行证 全市通行 其他人全部居家 全封起来 这是老办法 那么 擅自开门余业 罚 基本上这样 那么 瑞利 进行全员检测 核算检测 7月4号 7月5号 当地出现了6例 这个感染病例 为什么这次瑞利突然又爆发起来 今年4月份 瑞利曾经爆发过一次 爆发过一次 也是从缅甸传入 缅甸传入 那么这次 这次跟什么有关 这次也是缅甸传入 但是这次缅甸传入的规模更大 而且你看 本地案例 更多 本地案例更多 那这次瑞利的这个疫情跟什么有关 跟断卡行动有关 断卡行动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 国务院有一个这个叫打击治理电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 不及联席会议 长吗 很长 其实就是电信诈骗 电信诈骗 他要干什么 就针对电信诈骗 有个断卡行动 卡是什么卡 卡是银行卡跟电话卡 然后断卡行动 其实针对的是什么 针对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电信诈骗 一个是网络赌博 网络赌博 一个是网络赌博 一个是电信诈骗 为什么 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钱 中国有很多的钱 通过这个跑出去了 那么一直到今年6月份 今年6月份呢 各个地方政府 就开始发这个公告 劝他们返回 就是要求那些滞留在缅北的 这个 这个电信诈骗 网络赌博 这些人 赶紧回来 你这个 犯罪嫌疑人赶紧回来 你不回来 我给你撤销你的户籍 注销你的户籍 有的地方还直接把他的家人给关起来 就让他们回来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些人就回来了 回来带着什么呢 有些人就是带着 病毒回来 所以呢 解告的那个居民就说 6月30号以前 很多人从缅北回来自首 那么从瑞丽入境的这个自首的人员当中就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Delta Delta变异株 就是印度 印度变种病毒 那么云南省卫健委就说 说这个7月4号 那么发现的这个三例本土 病例当中 其中 中国籍两例 缅甸籍一例 那么 到7月5号 瑞丽连接瑞丽城区 和解告 解告是瑞丽旁边的一个区域 一个区域 那么已经这个大桥处于封闭状态 是没有人跟车辆行驶 然后就对瑞丽城区跟晚丁片区 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那么解告是瑞丽城区东南方向的 4平方公里的位置 和什么呢 和瑞丽是一江之隔 然后就靠近什么呢 这边呢靠近 靠近缅甸 另外一边就是 基本上是中国和缅甸的一个最重要的口岸 最重要的口岸 然后呢 中国就在 为什么这件事情解告很重要 中国就在这个解告设了一个点 设了什么 设了不是一个 有几个 设了几个点 这个几个点是干什么呢 让他们来自首 6月1号开始 6月1号开始呢 这个湖北天门 湖北天门甘义镇 然后是广西南宁 冰阳县 江西上饶鄱阳县 鱼甘县 广东省的华州市 福建省的龙岩市长丁县 他们都派人跑到 跑到云南来 发公告 就这些地方 因为 电信诈骗也好 网络赌博也好 他们大概都是一搞一个地区 他们都集中在 相对集中在某个区域 那么这几个县 这几个地方的人 就是主要是涉及这几个地方的人 就跑到这里发公告 说你们赶紧回来 你们这些人赶紧回来 你们有案在身 那么就赶紧回来 然后你不回来 就给你 很多狠狠的 注销护照 注销边境通行证 冻结银行卡 限制他的直系亲属办理 入打 参军就业的材料 10个一律 这个基本上是连坐 这个封建社会的行政手段 然后他们就回来 就开始回来了 而此时 此时正是什么呢 正是缅甸发生疫情爆发的时候 那么2月1号缅甸政变 到了 到了5月份 实际上缅甸是出现了大爆发 大爆发 7月5号 到7月5号 缅甸全国报告的新增案例 是2969例 是 疫情以来最高 单日的最高的记录 然后瑞丽 缅甸缅北回来 就是通过去捷告 自首 然后过瑞丽 然后中间就发生了什么 有些人就不想自首 怎么办 就偷渡回来 偷渡回来 中间就有谁呢 就有人 就有这个 瑞丽或者是解告的市民 就开着摩托车 因为缅甸跟中国 山水相连 虽然已经开始建铁丝网 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没建 就直接骑个摩托车把人家带进来 所以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 这个疫情的爆发 就是什么原因 就是什么原因 我还是那句话 现在中国的官员就是基本上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就是我做这件事情 我其他我不管 就是比如说断卡行动 断卡行动 我目标公安部我要打击 打击什么 打击境外的电信诈骗 打击这个 叫什么 这个赌博 网上网络赌博 那怎么办 我就想尽一切办法 去达到我的目标 但至于疫情的问题 我就不管了 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 非常狠 他们现在的做法是 什么冻结银行卡 扣留机动车 驾驶证啊 行驶证啊 等等啊 包括很多 对他们进行登记备案 对父母 配偶 子女 入团 入党参军 考公务员 考这个 考聘事业单位 就业 等一律不通过 非常的狠 现在这种 我们讲 叫数字极权到了一个这个时代的时候 他要是收拾你 真的很难过的 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湖北 湖北现在很厉害 厉害在哪里 输入型 7月6号25例 25例输入型确诊病例 一个是来自印尼 一个是来自阿富汗 主要是印尼 阿富汗 巴基斯坦 印尼 阿富汗 巴基斯坦 为什么他们都跑到武汉去了 不理解 现在的形势是什么 中国的疫情的形势 两点 第一点 中国的疫苗无效 这是所有中国疫情的一个大前提 大背景 中国的疫苗无效意味着什么 中国无法实现群体免疫 所以只要有疫情境 只要有输入型的病例 中国就会出现封城的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要把 疫情的边境管控 或者是海关管控 延迟到明年年底的原因 这是第1个 所以你会看到 这点我们讲了很多遍 中国的疫情防控是 不可靠 它会随时爆发 像瑞丽 湖北现在也很厉害 湖北现在总共 截止7月6号 湖北现有确诊的病例是27例 所以 只要有输入型的 它就会出现一次爆发 这是一个大前提 第二个大前提 当其他国家开始慢慢的出现什么 慢慢的打疫苗 开始慢慢实现群体免疫的时候 中国在疫情的问题上就会出现落后 就会落后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2个主题 第3个讲讲货币政策 为什么 7月7号国常会 国务院常务会议 这是李克强主持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常一个月一次 这是现在的政府的运行模式 叫国常会 那现在各个省政府 市政府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军行 国常会通常会制定一些政策 那么国常会在讲货币政策的时候 他有一段话 会决定针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要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基础上 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 增强 增强有效性 适时运用 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 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 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的稳中有降 那么这件事情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人民银行可能要降准了 他讲了一堆 国常会这次有两件事情讲 第1个讲货币政策 第2个讲了绿色 绿色低碳 这就是 设立支持碳减排 碳减排的货币政策工具 这个有意义吗 这又变成一个寻租工具 另外一个就是灵活就业 灵活就业讲了 从 从3月份开始讲 灵活就业 一直讲到现在 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的 非常的严峻 如果就业形势好 干嘛要灵活就业 根本不需要灵活就业 灵活就业是什么 就是打零工 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一个 北上广深基本上每个城市都有一个 零工市场 零工市场是灵活就业的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 现在零工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些人就自己在家里 比如说这个家庭主妇 老公挣的钱不够了 那怎么办 在家里包点饺子 挣个包子 附近就跑跑送送卖一下 就灵活就业 经济形势不行 那么 这是国常会的内容 昨天呢 金融委呢 开了第53次会议 金融稳定委呢 本来来说 所有的货币政策 通常是金融稳定委制定 金融稳定委制定 那么国常会通常不会讲货币政策 国常会通常会 会提要求 其实今天国常会是提要求 要求货币政策来 做些什么事情 来达到什么效果 在理论上来说呢 这个货币政策应该是金融委 因为金融委管什么呢 管人民行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然后外管局 发改委 财政部 他就是管这个金融领域的 但是 金融稳定委昨天开的会 7月6号开的会 7月6号开的会 他没有讲货币政策 中间有个很微妙的事情 然后我们再查了一下 昨天开的是第53次会议 第50次会议跟第51次会议 之前每次都会讲货币政策 你比如说50次会议 他这么说 当然都是刘鹤主持的 他说这个第54 4月8号 4月份的金融 金融委的会议 他讲这个 保持宏观金融政策的连续性 稳定性 可持续性 执行好稳定的货币政策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这是货币政策 到了51次 他这么说 他说 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信贷政策精准适应市场主体需要 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 这是5月份 6月份很奇怪 6月份没开 或者是没报 反正我查不到 然后7月份 7月份没有讲 他的会议强调 未来一段时间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以供给策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加强对金融领域的战略性 前瞻性 基础性 在研究 没讲货币政策 什么意思呢 有点联想 联想就是 是不是货币政策这件事情正在从刘鹤手里 回到李克强手里 我们只是看到已经这个现象 未必能够构成这个结论 但是我们可以先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 大家看到这件事情 我们顺便讲一下 可能会 近期之内可能会降准 目的是什么 降准我觉得主要还是经济形势 不大乐观 经济形势不大乐观 但是他又不想大水门关 不想大水门关就微调吧 微调怎么办 怎么微调 那就是降准呗 降准呢 银行会多一点钱 但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好 经济形势不好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没有钱 现在市场上有钱 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核心原因是需求不畅 需求不好 老百姓没有钱 老百姓口袋里没有钱 所以消费不行 然后出口再 出口再回落 我们讲这个疫情恢复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 中国出口那么好 原因是什么 其他人没恢复 订单全跑中国来 那现在其他地方开始恢复了 订单又回归 订单又回归 那中国出口就开始 开始回落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 中国自己原材料成本太高 整体的成本都上升 上升得非常大 从运输成本 从运输成本到原材料 到这个石油 到电 到运输 等等 成本都在上升 那么中国本身的出口竞争力在下降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个PPI 是跌到了50边上 50边上是最近 最近七八个月来最低点 所以降准是主要还是想刺激经济 大体上是这样 好吧 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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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在美国做股票 所有中概股绝对不能碰 这是一条铁律 非常对 我们记得 我印象中是5月份吧 5月份华尔街有一个韩国人 姓黄的韩国人 爆雷 爆雷就是因为中概股 坑了一票 投资银行 情况 我们医院要抽掉很多人去边境 具体情况不清楚 但知道的是边境建了很多隔离检疫房 我们要 我们要负责500个 情况 出差去几家医院 办事所见 邯郸某医院上报全年采购预算 一两千万 只批了两千万 承德某医院采购部门讲述目前已经不能采购进口设备 5月刚下的文件 张家口某医院 当地卫健委巧立明目 罚了该院400万 内部人员说 当地也就医院处于盈利状态 所以把手伸降医院 现在基本上是 我觉得基本上现在政府 政府的 政府国库已经基本上空掉 花的差不多了 中央政府还有钱办 百年党庆 请问王老师 既然中共知道国产疫苗无效 为什么不开放外国疫苗 像上海复兴代理的BNT 你开放外国疫苗 这不打脸吗 对吗 你这打脸 直接打得啪啪响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开放别人就来啊 BNT别人不愁卖 对吗 所以 你想 而且 你想开放疫苗 美国会让他来吗 不一定会让他来 所以 你开放 然后别人还不来 你自己的事情穿帮了 所以这事没那么容易 而且 中国疫苗虽然无效 挣钱啊 他还挣钱啊 他为什么开放这市场 情况 前几天加油 发现自助加油器全部停止使用 并且用圆筒围起来 只能排队去人工加油 问了加油的工人 笑着对我说 庆祝党的生日 自助加油全部停用 以防万一 顿时啼笑皆非 这党的生日真的是处处小英 小心 时事扰民 提问 之前还有对西方投资机构 开放部分金融市场 请问王老师 引入西方资本的说法 和现在打压互联网企业在西方融资是否矛盾 现在的中国政策没有一样不矛盾的 都是互相打来打去的 你说过看 哪一个政策不打来打去 互相矛盾 所以我就说 现在中国的官员已经 也都躺平了 你让我干 我就干 而且我往死里干 干得你没话讲 那你想想看 这些事不就变成这样了吗 所以 我觉得现在 折腾起来 现在对习近平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干事不行 折腾很厉害 特能折腾 情况 坐标北京某大学 今天过组织生活 组织生活是中共的组织 生活 他们叫组织生活 每个人讲学习包子期讲话心得 下周三组织生活 每个人讲批评和自我批评 本科的时候傻乎乎上了贼船 海外硕不联读后 小十年 回国过了半年组织生活 快疯掉 恭喜你啊 你还会硕不连读 你还回去 观点 中国可能走不出疫情 疫情的阴影 首先疫苗效果不佳 接种数量不透明 基于中国人口 全民免疫 本来就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资金 极有可能成为最落后解封的国家 其次 一系列的经济市场的整治运动 正在瓦解所有的投资者 运营者的信心和耐心 让本来就在 冰冷失宿的市场失去动力 经济复苏无望 接下来中国会在一个没有活力 不可预期的环境中运作 无人驾驶的中国 会在共产党干预下的迷雾里 没有缓冲的撞击道路的可怕风险 这段话 堪称经典 麻烦你给我置个顶呗 非常好 这段话我很欣赏 情绪 刚刚补王老师上期张陶打人的那节课 想起四年前 刚刚出来的时候 做过几个北京高价游学团 很多是红四代 这些孩子无法无天 无常识 礼天音量的很多 有一次还玩蜡烛把火紧弄来 我去的第一天就被一个七岁孩子打了 庆幸的是个孩子 不至于把我打伤 我以前读的中学也有很多的红N代 老师都不太管 不太敢管 小时候就是小恶魔 长大了更不得了 谁的损失 没有谁的损失 他们家自己的损失 对老百姓来说 对老百姓是好事 为什么 你可以更清楚的看清楚他们的 本质 对吗 而且 就让他变成这样的混蛋 就挺好 你要让他长成个好人 你问我怎么办 我还真没办法了 所以呢 继续吧 不要停 提问 王老师您好 听您的节目已经快半年 解开了我以前很多的困惑 真的非常感谢 您之前说过 只要新闻自由 媒体独立 民众很容易洗回来 看到移民到海外的那些留学生和大爷大妈 大妈 他们还像国内粉红一样 特别是去年 香港事件中的表现 按道理 他们已经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真实信息 怎么还会这样 转变不过来 路径依赖 你想海外也有一些中文媒体 那么当然也有英文媒体 有各种 我们讲能够让他接触到的真相 但是架不住他天天刷抖音啊 他看的还是网易啊 看的还是头条新闻啊 所以 他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什么 他不管是在哪里 他都仍然被洗着脑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这个数字极权 只是用来打击你的 不是的 他也包括什么 包括洗脑工具 就装在你的手机里面 他只要捏住什么 他只要捏住网易 捏住头条新闻 捏住这些微信 就行了 所以 所以这些人之所以 离开中国仍然是个粉红 原因就是 数字极权工具仍然在发挥作用 提问 最近发现身边的亲人开始有 往海南牵一户口的现象 同时网上论坛也看到很多人在说 往海南户口 签户口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一些大城市的人也要把户口签到海南 如果是高考大省 为了孩子高考移民海南 还可以理解 但是一些大城市的人怎么也往海南移民呢 是因为他们嗅到什么风向了吗 现在有人说 因为政府 想把海南打造成为下一个香港 大力扶持海南 请问王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骗人的 骗人的 说有大量的人在移民海南这件事情 这是个假消息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图啊 首先我告诉大家这是个假消息 为什么 很简单 海南不缺乏移民 现在海南你去海口 你去海口去三亚 特别是三亚 三亚基本上是东北人 东北人的世界 一到冬天 你看到基本上看到 东北角度馆 满大街 东北角度馆 基本上这是个移民城市 那这些人就是像候鸟一样 冬天来了 夏天回去了 大概是这样 除此之外的人 这些人通常是要么退休 要么是实习阶层 就这种情况 其他的 零 为什么 海南没有产业 你想捞点好处 把户口迁到海南去 能捞到什么好处 我不知道哪个能捞到 能分快递给你吗 不行吧 海南封岛叫自贸岛 自贸岛 如果你没有产业 自贸个毛吗 没有意义呀 对吧 所以大力扶持海南 还大力扶持深圳的 还大力扶持上海的 都在大力扶持 大力扶持湖南的 大力扶持甘肃的 扶持的怎么样 也没有毛效果 这个 深圳还是什么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呢 你现在房子开始跌了吧 房价开始跌了吧 对吧 所以 民信政府 小心 要小心 情况 国有银行已经将推广数字人民币纳入员工考核中 我觉得现在不是推动数字人民币的好时机 为什么 经济形势不好 经济形势不好 如果全面推动数字人民币 会影响消费 会影响消费 我觉得这个不是个好时机 这个时候来搞这件事情 折腾 再折腾一把 又是一滴鸡毛 提问 请问王老师 国内的疫苗谁来买单 会把财政拖垮吗 财政拖垮 我现在不知道他们怎么买单 没有消息 我一直很想知道现在疫苗是谁在买单 我估计是这样 中央政府给一点 省政府给一点 地方政府是大头 大概是这样的事情 如果中央政府不给的话 那地方政府不愿意买 选疫苗就会有问题 但我不知道 确切的情况没有公布过 情况 河南 湖北 江西 停发公务员事业单位的绩效奖金 已发的全部退回 没钱了 提问 请问王老师 中国是外汇管制的国家 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如何把利润汇出 不能的话 这股票不是废纸一张吗 怎么还会有人买 一直不理解 可以汇出的 你去查一下 外管局有规定的 股息分红 汇出有规定的 通常是在什么时候汇出 每年的五六月份汇出 所以每年的五六月份 通常是什么 人民币有压力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换汇的需求特别大 就为什么 分红 会出去 提问 请问王老师 对中国的医保新农合有什么看法 有必要买吗 实际作用大不大 我真不知道 新农合反正不断的在加价 我印象中已经加了 作用大不大 我没用过 所以不知道 你上网搜一下 鸣谢 谢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